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赏识 你的智慧跟恩典 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 学得你的智慧 求主教导我们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8月31号 今天的经段是 真言23章4到8节 不要劳碌求父 修葬自己的聪明 你岂要定金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因钱财必长翅膀 如阴向天飞去 不要吃恶眼人的饭 不要贪他的美味 因为他心怎么样失良 他为人就是怎么样 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 他的心却与你相悖 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 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刚刚好在这一段 智慧者的这个真言当中读到 智慧者也不断地教导这些 初出毛鲁的年轻人 他要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 当你们要在这个国家当中 或这个政府当中 拥有一点点权力的时候 你们要小心 你们拥有权力或你们所做的决定 你们所做的事情 千万不是为着钱财而做 换句话说 智慧者在告诉他们 权力其实是上帝所给予 或是王所给予的 而你们拥有的 其实你们要珍惜 并且行在上帝的公义里 那是最要紧的 如果你是为了私利 为了积攒自己的钱财而做这些事情 你整天忙忙碌碌的就只想要积存自己的财富 想要倚靠自己的聪明来做这些事情 但钱财就好像翅膀一样 这句话其实 智慧者真是有聪明的 因为台湾有一句俗话说 钱四脚人两脚 换句话说 当我们一心忙碌 要求取钱财的时候 钱财很可能 他就长翅膀飞走了 人两脚怎么追得上 那个四脚 伸翅膀的钱呢 因此 要紧的是 钱财的价值 是在于我们如何去使用它 当我们越定金在那个钱财上 我们越会被钱财所绑住 我们误以为我们要拥有多少钱财 这是这辈子才够 但当我们越定金 越将生命的目标放在这上面 而这会越空虚 不论我们有没有得到 都是空虚 因为我们如果有得到某一个钱了 某些钱 想的是我要更多 当我们得不到那样的钱 攒不到那样的钱的时候 我们想的是 我要拼命攒到那样的钱 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才有满足 但当我们要追求这些目标的时候 永远达不到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好好想想 智慧者在告诉我们的事情 他在告诉我们说 不要定金在那些虚无的钱财上 更要记得你所交往的人 要记得那些 你交往他们是怎样对待你 当我们吃饭 或许有些人存着利益 要跟我们吃饭 你要定金去看清楚 他请我们吃饭的目的 有些饭 最好可以不用吃就不要吃 有些饭 我们会开开心心的 欢欢喜的去吃 是因为那一个主人 我们知道他的存心 因此我们千万要记得 我们所交往的人 那些人看见他们的存心 并且我们真心的彼此交往 愿上帝帮助我们看见彼此 跟你作喜的人是谁 其实永远都是重要的人 重要的是 跟你一起吃饭的人 那些人他是存心害你是有目的的 还是他是真心的对待你 其实我们都要去认清楚 愿上帝的智慧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成长 帮助我们真的由你所赏识的智慧 祷告奉靠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